昨天晚上在高速路的中间,大帐篷过夜的,早上已经出太阳了 现在是上午的9点钟,昨天晚上的剩饭我放在这个帐篷里面正在热 太阳能满,也冲击冲压电 差不多了 准备开饭 我的咸鸦蛋啊 昨天晚上这个菜快吃完了,没几个了 一个咸鸦蛋 一个大的咸鸦蛋 哇,流油啊 可以赶紧收东西了 大家好,我是阿七 东西全部收好了 准备出发 隆西 隆西还有39公里 好远呢 没有一个隧道 1700多米 我现在在这里把这个后尾灯给的安起来了 特别亮 新隧道了 感觉好危险啊 感觉好危险啊 出隧道的 那边就是 出隧道的话就来到了鸢鸦镇 那边就是 看一看大西北的山 大西北的镇 红色鸦鸦镇 红色鸢鸦 这就是鸢鸦镇的 竞鸦大路口了 我们直走啊 也没什么要补充的 直接30公里之外就到县城了 华林镇 旁边就是火车的 看到一个垃圾箱啊 垃圾箱一下 甘肃还是比较缺少雨水啊 所以基本上都是大菜 山上也是光秃秃的 看到一个村委会 蟹坡村 在这里稍微休息一会儿 吃个香蕉喝点水啊 还不是感觉就坏了 太阳太大了 在这里待着就不想走了 继续出发了 太阳还是挺大的 但是休息了两个多小时啊 下午的快四点钟了 大概能在天黑之前赶到冷西 来到了这座山的脚下 大概还有几公里就进入冷西县境内了 直接来到定西市之内了 前面是冷西县 属于定西市的 这就是河西走廊 丝绸之路啊 可以说我们 在甘肃走的所有的路程 都类似于这种地形嘛 这也是甘肃被称为 河西走廊的原因所在 这个上坡爬的 推车上坡 已经到达县城的边缘 距离城中心还有10公里 马上我们左拐进入耀都大道 桥上面是火车道 我们左拐直走是高速 小龙西城区啊 看到了吗 中国甘肃西部中药城 这里好像是一个中药产地啊 这条路就叫药都大道 出发到了到了城区 看到了这边有很多关于中药材的商店 你看中药材中药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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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产业化的支柱啊 龙西县就是药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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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 好多人在这里犯风筝呀 这是老鹰 这些人吧 不太清楚 大部分的风筝样式还是比较传统 极具个性的还是少一些 这个风筝被砍在这个电线上面 这里好像还有一个地上 挺多人的 大西北这边种树都是要固定给这些树浇水的 不浇水它就活不了 太干旱了 还是走下面骑吧 这里 变高 这个尾巴长一点 刚刚升起来 风启龙溪 这里是甘肃省龙溪县 这里也是大唐帝国李氏皇族的祖宗祭祀之地 因唐太宗李氏民亲笔提字李家龙宫而成为所有理性之人的寻根问祖之地 我们还有6公里才能到达城中心 我们还有6公里才能到达城中心 差不多也就在李家龙宫的附近 找一个露营地 明天去看一看 虽然我不姓李 但是我姓刘 比李氏更牛逼的存在 因为汉民族因刘邦创建汉朝才有了我们中国的汉族 汉唐汉唐汉唐汉朝 祭祭祀之地 李家龙宫 今天我在路上看到很多小孩在放风筝 还有点奇怪 结果我今天看日期今天竟然是4月4号清明节 饭甲呢 而我的话也是在清明节的这一天 竟然来到了李家龙宫 李氏族人祭祀祖先之地 2024年4月4日 现在是晚上的6点40 清明节今天饭甲 现在进入城区了 前面就是八五楼大厦咯 这里好多麻雀 对面有一座很大的一个 这个风筝感觉有点危险呢 都翻到马路上来了 各式各样的风筝 旁边好像是个景区啊 女蛙湖 应该就是这边的这个房子 车子停这里 我们上去看一下 走一下就到了 路还没修好啊 但是也有人 这里正在修建 看下对面很多房子 以后朋友们过来 这个人形步道应该就修好了 今天的话还没有 然后我们还是要去找露营地 也不早了 现在 下去有点难 有点危险 差点栽到路上了 河边公园 好多 卖风筝的 龙溪应急文化主题公园 7点40了 刚刚路上遇到一位旗友 然后聊了一会 现在灯都亮了 对面是个景区 晚上还是挺风华的 今天晚上就在这里了 当当朋友了 还可以 旁边就是卫生间 时间太晚了 也不去到处找地方吃饭了 我刚刚点了一份外卖 吃完饭 然后我们再到外面去逛一下 对面看起来挺好看的 吃饭 点了一份黄焖鸡米饭 看一下怎么样 OK 一份米饭 太饿了 先吃饭 好几种蔬菜 这是金针锅 味道还不错 这是鸡肉 还没说挺热的 还没说挺热的 看观众员 对面景区 这里停了好多车呀 这里停了好多车呀 现在我们出发去对面的古莱坞 去逛一下 现在应该人挺多的吧 不知道 莱坞 晚上还是挺漂亮的 辉煌的宫殿群 骑着自行车 来到了李氏故里 这车也太多了 根本没法停啊 车子就放着吧 有一条鲤鱼晃龙啊 是吧 龙幼盛进 女蛙湖 这边以前好像是收费的 没有人 然后现在免费进入 人气暴涨 还有一个屋蓬窗 沿街两面的话 还是一些商业街 今天饭假 所以说这边游客更多了 很多都是学生 还可以淡出现 挺安逸呀 好想要关门了 都在往外走 看一下 人群的方向都是往门口走啊 这里像一个城堡一样 现在是晚上的九点多一点 人还是挺多的 花了世界 这个里面应该是要门票 但是也可以进去往下 就是一些玩的可能玩不了 好像没啥呀 就一个空地 可能结束了吧 老子中国道家先祖啊 出去了 到外面看看吧 这里面没啥了 今日门票免费 难道平常是收费的吗 康阳街 康阳街 我就不过去了 这边很多小山嘛 也就是盛业一条街 看一下这个雕像是谁 应该是老子 应该是老子 赶住了 我们进不去 好像在施工啊 狗立国家生死 岂因祸福区必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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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伴 看一下这个山上还有这么多灯 人还是很多了 哎呀 这边填的电动车 自行车 现在大家都差不多快回家了 这些全部都是回家的车 我也要去寻找今天晚上的露营地了 一会儿就把帐篷搭在这里了 这里的话 这里比较矿 然后这里的话路很窄 一般应该没多少人从这边走 所以还挺好 挺安静的 对面就是卫生间 也很方便 好的 然后现在的时间也不短了 然后我准备休息了 拜拜 朋友们 下期再见 这是我们下期再见 我本来事情就看起来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